坐落在花莲市三明街 节约街口的 有85年历史花莲的检察长宿舍 经历修复之后 由花莲文化局委外经营 在春节期间是常态开放 这一次摇身转变成为了 充满文清味的咖啡艺文空间 而未来也将会在园区内 不定期的举办市集 展览等活动 而其中两只正社的柴犬 斗财、喜媚 也分别化身为检察长以及检察长 穿梭园区内帮忙招揽游客 让日式古迹有了不同的新活力 原本在博爱特区发迹的斗财商社 因租约到期而转战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不过又因租约去年到期 暂时洗灯 以缔造口碑的斗财商社 大年初一以全新品牌斗财检察社 进驻检察长宿舍 充办了吴柯兴、陈亦选与伙伴林贯成 还有两只超萌柴犬都采于喜媚 也化身检察长及检察长 穿梭园区、兰克上门 当初在铁道园区经营的时候 就是刚好遇到他们今年要疏散 那在去年 8月底的时候看到这里在招标 然后我们就找了负责 就是有餐饮的团队跟文创团队一起进驻 然后也成功地标到了这里 然后现在就是跟文化局做密切的结合与沟通 如何针对这个古迹的部分去做再利用集合化的部分 我们主打的就是座夫的空间 就是日式的那个文化 然后它有榻榻米的空间 可以让来的游客可以坐在榻榻米上面 去体验日本以前它那个木构观色的风情这样子 一直来跟着我们像我们孩子的狗狗 狗才跟喜妹 我们这边有两季柴犬 那刚好因为我们也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日式氛围啊 建筑的地方 那他们就可以跟着大家 陪大家一起喝咖啡 吃下午茶 保留修复后的宿舍配置原貌 并重新注入新元素 融入咖啡、茶饮及限量检察长便当 还开辟好卡乐市 未来将不定期举办市集 讲座导览及人文走读等活动 除了他们在室内享用餐饮 以及空间的氛围以外 我们希望更提供了就是可以逛一逛 还有休闲的户外的空间做 目前做市集 我们迈向的是每个月都办理不同的主题市集 这样子的活动 像是228廉价、2728两天 就有中国风古装市集 所有的摊主都要做古装的打扮 那我们也会有背板供大家打卡 还有几点活动、几点和抽奖等等的策划 敬请大家期待 有85年历史的日式建物 馆舍内作夫是住宅中最尊爵的空间 让民众体验在榻榻米用餐的独特感受 斗宅检察社咖啡馆从中午12点营业到晚上9点 夜晚又是另一种浪漫的文青风貌 更多讯息可搜寻点书粉丝业 咖啡小麦所、斗宅检察社以及好咖乐市 斗宅检察社 好咖乐市 在检察长宿舍 欢迎大家一起来玩 谢谢蒋邦彦华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